当时我是带小朋友去公司 然后一不小心 他看到他把那蚊香叶 把他拿起来就迟到了 我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到洗手机去洗 然后拿手抠 他就只是吐出一点而已 这个是当时来的时候肺的炎症 一个是这种中毒的 它吸入造成这种化学肺炎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蚊香叶物吸入肺部 加上他的这种本身的毒性 所以你看到这个肺是非常差 整个就已经几乎一个白肺了 随着这种治疗孩子的抽搐 它是慢慢改善了 但是肺部病变是比较严重 所以估计一直也没有撤 那么给孩子这个肺部病变 主要是给他采取一些抗炎的处理 比较幸运的是 这孩子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 慢慢他的肺部情况也改善 我们也给他撤除了呼吸机 那么这孩子在前一两天 已经转到了普通工房的继续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啥 做啥